《红雁传书》 估计大家随口就能说出几个《云中水记节书来》 燕子回时,月满西楼,李清照困一尾楼,过尽飞红字字筹 秦官,大燕真的能和信歌一样,替人传信吗? 一,《红雁传书》点出汉书《红雁传书》的典故 出自汉书,卷五十四里广苏建列传苏武,数月,朝地即位 数年,匈奴与汉和亲,汉求无等,匈奴诡言无死 后汉史复制匈奴,常会请习守者语句,得夜见汉史,句字陈道 交使者为禅于,燕天子设上临终,得夜,足有戏伯书,言无等在 《红雁传书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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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红雁传书》